江振民同志死了很多天了 咱掌握确切的情袍 家里人在和习近平同志 也就是他的委托的代表 要跟他进行勾兑 到底什么规格 去处理他的伤事 江振民先生逝世的事情 我先告诉大家 这是个大事 大事在哪呢 大事有四个 最大的事情 就是中国人的风水 所谓的环境学 心理学 过去历史上 任何一个皇朝的更迭 几乎都有这事 就是借死人的死 办活人的事 这是中国的历史以来的文化 用死人来影响 从众的情绪 所以说中国历史上 一逢大事 地震 天灾 大人物死 天上掉星星 然后大家这种恐惧心理 大家就要做成一种行动 这种行动就可能变成革命 江振民之死的第一个 我觉得他是 给老百姓打开了一个 无限的遐想 给很多人会找到解释神秘学 和接下来可能是一堆官员要死亡的 这种增加的信息 第二个我觉得 要看到江振民 他过世之后 全世界都会来说这个江振民 他曾经给自己搞了一本书 叫他改变了世界 江振民 第三个 他孙子江志成 找的孟建柱 和王岐山 孙力就是对我大肆追杀 叫马云 花两千万美金找吴征 找纽约的 TNM 保镖公司 不给我做保镖 而且在西方大肆追杀 而且孙力军 孟建柱 跑到中东 欧洲 多次游说 这是因为 王岐山 孟建柱 孙力军 还有曾庆红 还有他孙子 江志成 他们认为 我是共产党的威胁 这在本质上 我们是敌对关系 所以这个仇很大 最后一条 无论如何 他这个时候的死 我估计他有点生气了 这个时候死就是 我选的习近平 我要带走他 我估计有这个想法 所以说他第四条 老人家的死 选择了最正确的时间 最正确的方式 特别是在农历十月后 十一月开始 根据道长说 这是个好日子 江的这个时间的死亡 对灭共 对中国人来讲 江做了最后的贡献 真的是把余热 献给了中国人民 我们还得祝他老人家 一路走好 能多带几个 多带几个 带得越多 我们越高兴